Patreon 13 年由 Jack Conte 創辦 話說身為音樂人的 Jack 當初是 YouTube 發布影片 點擊率過百萬,但只有幾百美元收入 因為這樣,所以決定創辦 Patreon 七年後已經發展至全球三百萬名使用者 而 Patreon 的使用方法是創作者自設收費模式 支持者付費訂閱、收看創作者的文章、影片、照片等等 一般以月費方式進行 黃菲的問題是廣告收入會大大減少 減少可能八成、九成 即使有一篇文章,但有一個免費平台 例如Facebook,通常都很難有很仔細的討論 我當是十八階的內容 怎樣可以令人療起別人的慾望 這些全部都是技術 本地越來越多KOL轉戰Patreon 開始專業,究竟文字有價 是否能抵抗即食文化呢? Kai Lina Saimuse 大家好,我是周庭 我的YouTube Channel和Patreon 已經開了差不多半年了 一直以來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之後都會繼續支持我的影片 和支持我的Patreon 我們收入基本上是YouTube加Patreon 這條影片有沒有廣告收入真是很重要的 舉個例子 在香港和中國有關的政治議題 和香港政府有關的政治議題 就會有機會被黃標的時候 其實就會形成一個自我審查的狀態 那時候已經開了自己YouTube Channel 大概一個月 也當時就有一個很嚴重的黃標事件 很多YouTuber他們出任何影片 只要是關於武漢肺炎都會被所謂YouTube黃標 黃標的問題就是廣告收入會大大減少 減少可能八成九成 可能你一條影片出的影片有1000元 最後可能只有100元甚至100元以下 黃標的制度其實是有兩重的審查 第一重的審查就是電腦的審查 就是當它探索到你說了某些 它覺得不適合廣告商去下廣告的內容 或者你的標題、caption就會自動黃標了你 但當YouTube黃標了你之後 其實有一個上訴機制 它就會人手幫你再看一次 看看是不是真的黃標的內容 但這個機制的問題就是 最初的24小時一定是最多人看的 但如果你那條影片最初的24小時是黃標了的話 那些廣告收入是不會因為 後來變回綠色而回來的 那個廣告就是會沒有了九成的 有的有的YouTube都有這麼多數字 但是真的是看視乎我出的一片 那這些真的是勞動成果 我出的小片有多少錢 那是理解的 Patreon自己也是有五位數字的 最低的我最多人支持 最便宜的嘛 我Patreon的片全都是傻傻傻 然後在說生活的東西 本身其實我Patreon是很少人支持的 說真的不是很多 也不是叫很少 在國安法之後就是升了七倍 八倍左右 意思就是說 譬如說我最近有被捕 那被捕之後就多了很多朋友支持我的Patreon 其實都很矛盾 當然很多人支持我 我真的覺得很感謝 但是被拘捕這件事 當然是對於自己來說 會帶來很多的壓力 所以我自己的經驗是在於 我想分享的資訊都相對比較智能 在一些純公室的平台 例如Facebook、YouTube等等 畢竟好處是任何人都可以瀏覽 達到的人數會比較多 但你身處有一個比較深度的討論是不容易的 一來就是剛才所說的 你很難很精準地選擇你的受眾 一定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期望 那你很難做到討論 有時你想做一些深度少少的介紹 但是可能那個焦點永遠都是 例如隔壁的公仔 或者是嘉賓會講歪了一個音 就是諸如此類 加上YouTube它本身有一些都幾不透明的黃標的政策 所以我身邊的結論就是 除非你去到一個好市場主導去握讚 否則那件事都不容易自負認規 Patreon不好的地方 原來很少眾 所以亦都很難做到公眾的大規模的討論 但又相對因為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同質性會比較強 亦都不會太擔心你寫一些長篇大律的意見 留言 別人會純粹抽了一兩隻字 拿出來抽水 然後就不說你這些事 我後來才發現其實都有一些意外驚喜 就算和那一篇文 訂去一個免費平台 比如Facebook 通常都很難有很仔細的討論 同一篇文你訂去一個收費平台 就算和那班人 他們裏面的留言質素都會高一點 我想裏面就牽涉到一些心理的層次 其實無論是寫文章、拍片 還是就算你Facebook做個帖子 去握讚什麼都好 或者是用心做、有內涵、想普及化 通常都是不成功和最慘淡 最即食、很時機的 對著鏡頭沒有任何加工 沒有任何後期製作 但因為很及時 也都近乎除口說那些 通常都很爆 我覺得是不健康 例如老闆的名字很熱 我任何的題字 只要把肥佬黎這三個字 放在標題 一定會爆很多 但有時候 無論是當事人也好 你是被抽水的人也好 都已經不是主觀可以再控制整件事件的發生 多了很多無謂的 說胡恩怨 所謂的標題黨就是這樣來的 網絡人性的延伸 為何會有這樣的公式設計出來 除了為錢之外 也滿足了很多人性 譬如說我們每個人都有相對熟悉的東西 也有不熟悉的東西 你消化一些不熟悉的東西 你一定要靠key terms 所以演算法我猜是不會改變的 那問題就是每個人 如何管理這個演算法 如果你不控制 別人就會幫你控制 那你就沒有了自己 慢慢就會很快 所謂被洗腦 那你要應該有一個主觀的 控制方式 譬如說你沒有要看什麼 你應該自己按進去 也應該有自己一個簡單的方法 Patreon的原意就是要一些創作者 無論你是創作什麼 都是有一個相應的回報 內容是有價值的 我覺得如果有些人 他們一向做網上的內容創作 譬如寫書 或者說一些學術的知識 或者是拍片 這些內容其實是你的經驗 累積回來的 你用你的時間去學習 然後你要消化 然後再用一個人地名的方式 去表達出來 其實是一個對於智慧的尊重 就算你說當作是拍照 其實你也要想怎樣拍 拍什麼主題 拍什麼 去哪裡拍 譬如我當作是十八階的內容 怎樣可以令到別人 療起別人的慾望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技能 不要當作不是東西 而不是覺得所有東西都可以盜版 別人拍了一條片 你又拿去無限轉座 又不投資給別人 其實原本免費的風氣 才是不太好的風氣 我覺得 要付費去尊重創作者的付出 這樣才是公平的世界 其實一開始我是三個 一個是8元 一個是25元 一個是40元 營運起來 就發現 譬如我40元是一個月的內容 但是你到下一個月 又有人加入 那些人又會看到之前的內容 變成很不值 變成對之前的不公平 因此作出了一些調整 另外有一個就是 中間多了一個20元 就是因為我自從開了Patreon之後 有些女生跟我說她都很想開 但是她不想用自己的名字開 但她又很想像我一樣 可以發出關於自己的私生活 一些想法 或者相片 那些事 就找我 不如我 開一個位 我又會分錢 她們有少少想要的分洪 我就開了20元 給那些女生加入 其實那層樓 我是2018年賣的 不過是首期 都不是什麼貴價樓 為什麼我會說這件事 就是因為那時候 我受到一些藍絲的攻擊 不斷貼文說 Emilia 流出全集 我個人就是有少少好性 我就覺得 你覺得這樣可以 怎樣說 攻擊我嗎 我告訴你 你蠢的 你幫了我宣傳 你流出令我買一層樓 就是一個鬥氣的心態 一呼百應 號召有心人 請香港人看一周刊 請職行動